109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作业 秀林乡的农民们涌入了乡公所了解会刊的日期 配合华林县政府和公所同仁则起来会刊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秀林乡去年申请禁法补助有1400多户的农民 而今年则是有2400人参加 增加了一辈子多 大家已经对申请作业和维护山林的概念 有所认同 109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作业 从109年2月到4月30号 在各乡镇公所受理申请登记 而从7月份一直到11月份开始 秀林乡公所也开始安排和地主们现场会刊 而在10号这一天 大批农民们则是来到秀林乡公所来询问会刊的日期 同时也确认是否会刊完成 有所有的民众大概有到7成左右 先让他们来确认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带到现场去 再做现地会刊的一个确认 已经办了好几年了 这次我们对原住民的禁法补助 这个非常非常好 因为一般来讲 因为收入都比较能跟踪的地也很少 就用这个立委帮我们这个很大的 谢谢 那觉得相公所的服务也不很好 不是很好 他们服务都认识了 因为办了好几年他们讲解得很清楚 请问一下我们一个表示 由于禁法补助行之有年 大家开始有了认识 而在去年申请的农民户数是1400户 而今年申请的人数有2400户 比去年成长了一倍 而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事宜 进而达到维护国土保安 海洋水资源 绿化环境 自然生态保育 以及因阴气象变迁 减轻天然灾害的目标 今年相公所同人们会积极 席众众人们顺利获得补偿 以维护大家的权益 记得继续小伙伴到